這個擊球命中率也蠻高的 我覺得他的助攻能力算是蠻不錯的 所以這個時間 這個球打穿了三遊之間的防線要得分了 外野這邊又漏了一下 二壘上的跑者回來沒問題 原本在一壘上的跑者上三壘 這個球最後陳冠任才好不容易把它撿起來 傳回來現在連打者也上到了二壘的壘包 在處理球上面出現了一些問題了 紀錄上面也是要給守備上面一次處理球的食物 當然這支安打絕對是要帶有打點的陳江河 在這個半局連續四支的安打 對 那我們看到這個 陳冠任在處理這個滾球的時候 他也想說趕快把球撿起來回傳本壘 但是在接球那些插拿沒有把球接好 那加上這個球一掉到地上的時候 再用腳這麼一踹把球給踹到前面來了 更遠的力度 對 造成這個後面的跑者還有機會繼續往前做推進 是 剛剛這支安打是帶有兩分的打點 臉上的兩名跑者回來得分 兄弟相對在這場比賽是首開紀錄 先取得點2比0的領先了 取得上半 兄弟現在取得兩分領先 而且僅僅是一人出局 接下來Rai還要面對的是第三棒的周思琦 抓住這個球 揮空 本機對上Rai其實打得也不錯 十一個大樹裡面有四支的安打 對戰倒極率有三成六四 跟他今年平均上來講已經差不多 這個時候就要好好的把握這個得點圈的機會了 這個球又是一個好球進來 拿著沒有出貌 兩好球一壞球了 兩好球之後呢 我想就要再把好球帶放寬一點 做積極一點的一個揮棒的一個動作 避免被刪針掉 好球 跟外角的壞球 兩好兩塊 這個半局接人的四支的安打 Rai忽然 一口氣啊 被打了四支 前面四局的投球 僅僅只有一支出現 速球飆到了150 不過還是外角偏高的壞球 又投到了滿球數了 這個半局剛開始的時候才說 前面四局的用球數壓在60顆以下 感覺還蠻精簡的 但是到了這個半局 現在已經用了將近快20顆了 而且才一出局 會比較可惜就是說 在兩好球之後取得一個球數領先的狀況之下 嘗試的做外角的一個 一個控球啊 都沒有奏效 哇 四塊球保送 一臉上是空的 現在周董上去 變成滿壘了 我這一個系列投球真的滿可惜的 剛剛講的兩好 取得比較好的球數領先的狀況之下 連續的投著這樣 就是想利用外角球去 誘使這個打者去出棒 但是周思琦也不是省油的燈 所以在這個兩槍 這個競爭之下呢 周思琦也選出了這樣一個保送的結果出來 是 滿壘的情況之下輪到的是彭正銘的打擊了 彭正銘今天呢在前面兩次啊 一次被三陣另外一次呢 有敲出過安打 第一個球 內角 好 本季對上瑞 其實也是打得不錯 整個黃山君的打線 對上瑞來講其實 也蠻多人都打幾率在三成以上 包括剛剛看到的這個張正文 還有陳江和周思琦 到了第四棒的黃正銘 這個球出手 在二壘 在一壘後方 這個球剛好越過去 行程安打了 滿壘的情況之下 打右邊 這個球啊 雖然打得並不是相當的強勁啊 但是運氣不錯啊 恰恰在偷笑 這個半局啊 兄弟兄弟出現的五支的安打 再打下兩分 這個半局一口氣 現在已經攻下4分的4比0 這個典型的恰似打法 打到右邊啊 對 一個偏內角的一個直球 恰恰一打到球的時候 他感覺到他的眼神 嗯 怎麼可能打出這種球出來 不過周的這個弱點打得很好 就在一壘手的後方的這個草皮上面啊 任誰來都沒有辦法去接到 瑞忽然在五局的上半 現在感覺擋不住 兄弟相對的機關槍打線 對 連續五支的安打都是短程的 但是現在已造成傷害 打決斷到第五棒的王盛偉 那投手最懊惱的就是這樣子喔 一個內野安打 然後一個短打 然後接連著都是那種 比較不是很營養的安打 那投手投起來 我寧可讓你打長遠的這個 深遠的球 或者是這個 長打都沒有關係 就比較討厭那種短程的 那又有機會接 又接不到那種 投手最懊惱這種球 嗯 這球出棒 打成一個差棒 借外 再借好久一個 這局兄弟相對 已經吃了一個大局 四分的攻勢 另外一地 同樣也是打了四分 重一戰時的領先 不過瑞的這樣的狀況的發生喔 通常會打到這種 德州安打的球呢 大部分也都是屬於比較偏高的 因為他的速度夠快 然後這個球一偏高你 雖然棒子出得慢一點 但是比較有機會去擊中球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這個投手可能這本身 或者是捕手呢 就必須去引導這個投手 希望他的球要稍微空低一點 打擊的王勝偉 在生涯跟瑞對決 打擊率總算是沒有在三成以上 這場比賽之前是十二個打數 挑出三自然打 這個球出棒 打到的是又外野方向也蠻深遠的 行程安打了 在這邊呢 有可能是要清雷包了 一個回來 第二個回來 這個回傳球又發生了問題 沒有接吻 王勝偉上三壘 又是兩分進來 五局的上半現在一口氣變成六比零了 王勝偉這一支長打 出現的一支是二壘安打 帶有兩分的打點 六比零 球體相對在五局上半一口氣 現在共下了六分 這個擊球點打得相當的扎實 這個回傳球的時候也沒有傳好 要不然還是蠻有機會 可以抓到王勝偉的一個到三壘 換投手了瑞這個時候呢 要被打退場 休息一下